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为您制作的美国专讯,我是叶凡 美国印第安人的切罗基部落在1838年被迫迁徙 他们历尽艰辛,从东海岸迁徙到中西部的山区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4000人死亡 现在这个顽强生存的部落正在全力以赴争取保存他们的语言 请看报道 这些儿童正在学习切罗基语,这是他们祖先的语言 但是他们父母当中很多人已经从小就不讲切罗基语 雷尼莎沃克是这个印第安人部落文化保护项目的主任 她说切罗基语是这个部落的关键要素 因为我们没有使用每天生活的语言 因为没有通过世代的语言 通过世代的语言到孩子的语言 那些语言的语言都失去 米歇尔·西斯克是切罗基印第安人东部部落的首领 他像沃克一样正在学习切罗基语 西斯克已经下令教学语言要优先使用切罗基语 就像这些孩子的文化如入客一样 像布朗这样的少年并不多见 多数能讲流利切罗基语的人年龄是在五岁以下或者五十岁以上 沃克的母亲莫尔特·德莱佛就是其中之一 我认为我最重要的部分是语言 当我说我的语言 我从心里来说 当我说英语 我从这里来说 切罗基语在1825年成为书面语言 当时有一位叫塞阔亚的银匠创立了切罗基音节文字 他的字母表类似英语字母表 但是有85个字母 远远超过英语的26个字母 德莱佛希望后代用自己的语言学文学 他正在翻译查理斯·弗雷泽的小说《十三个月亮》 已经完成了一部分 这部小说描写的是1838年切罗基人被迫移民的故事 他写了它 像是他经历了它 所有的荒唯的行动 在尔特莱佛人的行动 现在我们有我们隐移的孩子 会一天读它 记者洛格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州 切罗基部落的采访报道 美国意外富翁投资家巴菲特 最近大手笔地收购美国的第二大铁路公司 经济观察人士认为 他的举动是对经济好转投下的信心一票 这笔总值440亿美元的交易 是巴菲特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投资 分析家说 这是对美国经济前景的巨额好赌 请看报道 巴菲特说 要想知道经济是否好转 就要看美国铁路的业绩 巴菲特以440亿美元 购入柏林顿北方圣塔菲铁路之后 有些分析家说 巴菲特的眼光可能更加长远 我认为他觉得经济是比较好 比其他人认为这个时候 而看到经济的增长 是比较高的 经济分析家认为 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萨韦公司 现在有大笔购入 无疑是对前景的一注豪赌 经济师约翰·吕丁说 这笔投资生意成功与否 要取决于消费者 是否会恢复 他们以往的消费习惯 巴菲特承认 铁路系统的效率 对于美国的繁荣至关重要 希尔福说这是好赌 但是如果美国经济真的复苏的话 他就可能会赌赢 波林顿北方圣塔菲铁路运输的货物品种繁多 从煤炭到股物都有 这是美国第二大铁路运输公司 铁路长度达到三万两千英里 记者阿塞加报导 好 今天节目的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您收看美国之音的美国专讯 我是彦凡 再会